車時代,我是John哥 本週五晚上的時間 我們將為各位車友帶來這一週的重點新聞回顧 現在就和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一週職業車談發生了哪些事吧 第一則新聞 ByExchange Jaco將與捷安特攜手迎向新賽季 ByExchange Jaco近日釋出新年度的車衣 整體的視覺色調以象徵捷安特的藍色為主 並正式宣布與捷安特簽下三年合約 來自台灣的捷安特自2020年後 時隔一年重返議題職業賽場 車隊負責人向媒體表示 時光飛逝 我們努力工作同時也一起享受了騎車的樂趣 如今車隊準備邁向新里程 興奮和初衷都沒有改變過 此外ByExchange Jaco對於與捷安特地下合約並攜手合作 感到很榮幸與自豪 表示這是車隊迎來第11個賽季很重要的一步 同時也能夠幫助他們邁入下一個十年 接下來的每場比賽ByExchange Jaco 男子車隊都將騎乘捷安特的自行車 以及佩戴捷安特的人生部品 與此隊的部分則由Leave提供贊助 第二則新聞 MVDP退出越野自行車赤警賽 近日MVDP的所屬車隊向外界證實 他不僅即將缺席本月底的越野自行車世界錦標賽 未來的賽程規劃也會以專心治療被傷為主 今年想看MVDP的車友們 可能要耐心等待一段時間囉 MVDP透露雖然對這個決定感到非常沮喪 但是需要時間好好修養對他來說是必須的 為了長遠著想 他只想擺脫自去年環發以來不斷困擾他的背部問題 讓人驚訝的是 在MVDP確定缺席市井賽之後 WBA也投下震撼彈宣布不會參加 並透露想在今年達成自己對春季古典賽一直以來的目標 因此這將會是他本賽季最後一場越野賽了 然而賽場上面少了這兩位世界冠軍 卻大大增加了其他選手刷新紀錄的機會 外界也不免開始猜測 下一個可以拿下冠軍的選手是誰 第三則新聞 Peter Sagan 二次確診新冠肺炎 稍早Peter Sagan 在社群媒體上面證實自己 與哥哥在前往西班牙團體訓練營前 接受新冠肺炎的篩檢 不幸結果呈現陽性 時隔近一年之後二度確診 在新型病毒Omicron 席捲歐洲的浪潮之下 Peter Sagan 因快篩陽性而被受外界矚目 而他本人也表示 他們確實有出現一些症狀 目前正依循當地的防疫相關指南 後續的狀況如何 會再跟大眾說明 去年Peter Sagan 確診了新冠肺炎 那今年同樣在賽季前傳出感染 只不過今年是他轉會 Total Energies 的第一個賽季 外界也格外關注 目前對於他會缺席新車隊的第一個 訓練營多久還未可知 最後一則新聞 Egan Bernal 與Egan Bernal 與Egan Bernal 在洗手至2026年 Egan Bernal 本週一對外公告 已與隊內的強將Egan Bernal 續簽三連約 Egan Bernal 將會繼續再對上奮戰至2026年 眾所皆知Egan Bernal 是環藝的衛冕冠軍 自2018年從原本車隊轉到Egan Bernal 之後 他與車隊一同經歷了四個精彩的賽季 不只在2019年奪下環化冠軍 還將巴黎尼斯一併收入其亮眼的成績單 可說是車隊最要點的一顆心 原本Egan Bernal 與Egan Bernal 與Egan Bernal 車隊的合約還有兩年 但車次與車隊的續簽 將使雙方能夠繼續攜手至2026年 Egan Bernal 在受訪時表示 能夠簽署這份新合約真的非常開心 這幾年在車隊我們一起創造了許多難以忘懷的時刻 Egan Bernal 也特別提到 今年他的首要目標放眼在環化 今年因為被傷的關係而被迫退出環化 去年因為環衣的關係也是得跳過環化 今年我已經做好充足的準備 將帶領車隊重返環化並躲下家機 以上便是本週的重點新聞回顧 歡迎各位車友在底下留言 和我們分享你認為重要的資訊喔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